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每日读经 我是光启社的社长马萨阿基 今天是圣路加福音第五章 一支十一节 那时候耶稣站在格乃萨勒湖边 群众涌到他面前要听天主的道理 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 渔夫下的船正在洗网 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 请他把船稍微划开 离开陆地 耶稣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群众 一讲完了就对西满说 划到深处去 撒你们的网捕鱼吧 西满回答说 老师 我们已整夜劳苦毫无所获 但我要遵照你的话 撒网 他们照样伴了 网了许多鱼 网险些破裂了 他们遂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 他们来到 装满了两只船 以致船也几乎下沉 西满 但伯多鲁一见这事 就跪伏在耶稣妻前说 主 请你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西满和他同在一起的人 因了他们所捕的鱼都惊骇起来 他的伙伴 及再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 也一样惊骇 耶稣对西满说 不要害怕 从今以后 你要做捕人的渔夫 他们把船划到岸边 就舍弃一切跟随了他 耶稣利用这一次捕鱼的奇迹 激励西满回应赵教 做门徒 在这个奇迹里 西满已经看到一个超自然力量的介入 他只想到 并且承认自己的不堪 他说 主 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但天主不会因为那是罪人而赶走他 当西满祈求天主离开他时 耶稣反而走近他说 不要害怕 在圣经传统里 那些体验到天主神圣伟大 而惊恐的人都听过这一句安慰的话 伯多禄被造选做扶传者的代表 他及时察觉到自己的罪恶 及被耶稣宽舍的经验 路加借此来表示 扎加利亚赞哥的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 而耶稣培育扶传者 就是要他们明白 天主对他们的慷慨 接纳和爱 使他们亲自经验 罪恶得宽舍 好能真正的认识救恩 以后才有力量传扬着喜讯 拓展天主国的自由和团结 路加由此开始一连串 耶稣赦免人罪的故事 西满伯多禄和他的同伴 尽管有着各种软弱和缺点 都被邀请去信赖这位圣言 并且领受使命 将圣言广传发扬光大 因着他的名 他们将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 而这收获不再是鱼 而是人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